大家好,欢迎收看指缝里看电影,我是指缝君 今天继续给大家说《异形》系列的第三部 这一部是大卫芬奇的处女作品 比之前两部用的雪姜多出了好几倍 前两部那个战无不胜的女超人也被芬奇拍成了普通人 会恐惧,会彷徨,也会逃避 算是重新定义了这个女英雄 本篇分为114分钟的版本和145分钟的版本 剧情稍微有点不同,后面我会解释到 故事承接卡梅隆的第二部 苏拉克号太空船上不幸有两枚异形弹弹 据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异形女王产的 女主和幸存的希克斯纽特正在休眠 爆脸虫分泌的酸液破坏了休眠舱 太空船这线短路发生了火灾 成员被转入逃生舱脱离母舰 坠落到了费欧娜复仇161号行星上的海里 这个行星上有一座名为《狂暴101》的劳改监狱 是维兰德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建造的 监狱里关押的都是窗外染色体的恶棍 除了监狱长和狱卒 这里还有20多名囚犯维持监狱的运转 他们主要靠信仰的教条维持秩序和纪律 让囚犯们洗心葛面 这一天监狱的医生见到了坠落的逃生舱 发现了幸存的雷普利 并为他进行了及时的治疗 逃生舱打牢上来之后 他们发现第二部里女主拼了老命救出来的小女孩纽特 和希克斯下驶都死掉了 就连圣化人主教都被摔成了一堆废品 他进来之后 医生就告诉了他这里的基本情况 又带他看了救生船 结果他在船里看到了几个酸液溶洞 他对这种溶洞再熟悉不过了 很可能就是暴脸虫中的 所以他恳请医生必须给纽特验尸 而且必须破胸查看 很幸运纽特并没有被寄生 而是死于溺水 希克斯下驶又是被仓体的支架刺死的 那么问题来了 暴脸虫去哪了 医生也不是傻子 觉得雷普利肯定有事瞒着他 女主还不是很肯定暴脸虫也到了这个星球上 为了防备万一 他就编了个传染病的理由 申请监狱长烧掉尸体 监狱长听后也同意了 同时还警告雷普利 没事不要在囚犯面前瞎晃悠 这些恶棍可都是很多年都没见过女人了 本来这里的秩序很稳定 假如因为女人的到来 引起他们的邪念和不必要的麻烦 那就很难控制了 与此同时呢 监狱里的牛突然死了一只 两名囚犯把牛拉到屠宰场就参加葬礼去了 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爆脸虫袭击了这只水牛 他的肚子里孕育了一只异形 在114分钟的版本里 被寄生的是一条狗 而不是水牛 这只异形的动作也与前两步不太一样 很快这只异形就完成了褪皮 变成了成熟体 还袭击了一名清理通风管道的囚犯 这名囚犯突然看见怪物 吓得掉进风扇里被绞成了碎片 第二天 雷普利为了感谢医生对他的帮助 女医生啪了一次 就算上了床 他也没有告诉医生 为什么非要开胸厌尸不可 而医生却在查看尸体的时候 又见到了一个溶洞 与雷普利逃生舱里的溶洞一模一样 他就质问雷普利 但是雷普利说 只有找到生化人主教的残骸 读取了救生船的航行记录 才能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女主就到垃圾场里 找到了主教的身体 正要带回去时 却被几名囚犯堵住了巨路 这几名囚犯意图抢奸他 还好囚犯们的大哥迪伦 及时出现救了他 这个迪伦是一个类似于牧师和老大的角色 另一边 三名囚犯去地下通道里巡视的时候 指引方向的蜡烛被风吹灭了 其中一人正要去查看 却被一行袭击领了盘饭 另外二人见此情况 吓得屁滚尿流 竟然又跑回了原地 再送了一颗人头 只剩下一个疯子幸运的逃了回去 可是他逃回去之后 就说自己遇到了一条龙 监狱长见他散播谣言 就把他锁了起来 雷普利回到医院 就把主教通上电救活了过来 主教读取了飞船的航行记录之后 告诉了女主飞船坠毁的原因 还告诉他原来爆脸虫 一直都在救生船里 而且公司早就通过电脑 知道了苏拉克号发生的一切 他又听了疯子的话之后 更加确信了 一行已经出现的事实 于是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 和一行的恐怖告诉了监狱长 并建议他立刻拿出武器来防御 可惜监狱长并不相信他的话 还说这里根本没有武器 他已经向公司报告过了 再过一段时间 公司就会派出救援队来消灭一行 在监狱长看来 他到处乱跑引发囚犯的情念 比一行的危害更大 就派医生一定要看好他 原来一生以前是一个瘾君子 曾经因为嗑药过多 误开错了处方 害死了11个人 就被判在这里服刑 雷普利最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 正要他治疗 可是一行再次出现 偷袭了一生 本以为是男主角的一生 没想到这么潦草就领了盒饭 一行又嗅了嗅女主 并没有吃掉他 钻进吞风管道里就不见了踪影 疯子两次死里逃生 眼睛里居然焕发出了崇拜的神采 雷普利立刻跑去报告 一生被杀的情况 此时监狱长正在开会 可是女主刚刚赶到这里 监狱长也被一行拖走给杀死了 所有人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群伦无首之下 没有人只会应对这个局面 肯定是不行的 这些囚犯都没有指挥能力 那么唯一的军官雷普利 自然被老大推举了出来 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女主的指挥 雷普利在狱卒85的带领下 查看了地下通道 这个85是因为智商只有85 所以囚犯们都这么嘲笑他 地下通道里有一个 没有任何出口的存放和废料的房间 还有很多易报的火油 于是女主就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用火油把一行烧出通风管道 然后逼进这个房间里 把他困死在里面 迪伦听了也认为 这是目前最靠谱最可行的计划 于是命令囚犯们在通风管道里 全都刷上火油 正在他们布置陷阱的时候 一名囚犯遭到了一行的偷袭 萤火棒掉了下去 引爆了大火 这场猝不及防的大火 虽然烧死了几名囚犯 也把一行烧出了通风管道 他出来就追赶那个 想要强奸雷普利的囚犯 结果那名囚犯走投无路之下 用自己当诱饵 将他引进了核废料的房间 这才顺利将一行困住 那名囚犯也就此领了核饭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在迪伦的祷告声里 85和雷普利向总部发了 他抓住一行请求消灭的消息 但是公司不允许他们杀死一行 因为在公司的眼里 利益才是最主要的 人命都可以舍弃 雷普利深知这个怪物的危险 看到回信之后非常失望 而此时 看守疯子的莫斯心软放了他 可是疯子扭头就将莫斯敲晕了过去 直奔关一行的核废料房间 又杀死守卫放出了一行 他天真的认为 这条龙两次不杀他 就是他的救世主了 可惜并非如此 他也做了一行的盘中餐 雷普利此时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 回到陶庄舱里扫描了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他的肚子里早就怀了一只一行 也就是说 爆脸虫有两只 一只寄生了牛 另一只在陶庄舱坠毁的时候 他就被寄生了 只是目前还没有破胸而已 公司在收到陶庄舱的扫描信息之后 立刻派出了紧急医疗小队 两小时内就会到达这里 并要求立刻隔离女主 很显然是因为他肚子里的一行女王 于是女主告诉迪伦自己的情况 并求迪伦把他杀死 因为他被公司带走的话 就会被当成小白鼠一样研究 肚子里的女王就会繁殖出更多的一行 更多无辜的人就会因此而死 他还说 公司的救援队肯定不会杀掉一行 反而会将所有人杀死 杀人灭口 他的话打动了迪伦 作为牧师 他决定带领这帮囚犯消灭一行 他向幸存者们陈述了利弊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杀死一行就是迈向天堂的阶梯 于是他们计划 把一行引进筑签场的模子里 用滚烫的签水弄死他 很快 所有人都在通道里大声喊叫 吸引一行 然后封闭管道 逐步将一行引进了筑签场的签模里 这帮手无寸体的囚犯 居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 为了实现计划 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终于在所有人的配合之下 将一行引诱进了签模槽里 迪伦为了稳住一行 不让他爬上去 在槽底孤身面对一行 舍身取义 此时正好莫斯将滚烫的热签 倒进了模子里 一行居然还没有被杀死 他跳出了签槽 机智的莫斯立刻提醒雷普利 打开水阀 在热胀冷酌的作用之下 一行终于爆炸而死 此时 维兰德公司的医疗救援队 也正好赶到了这里 在八五的带领下 来到了筑签场 公司的高层 主教的设计者也来了 他试图骗雷普利说 可以救他 取出肚子里的一行 然后消灭掉 让他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雷普利根本不信 他深知公司高层的嘴脸 和一行的危险 于是他决定舍身取义 消灭自己肚子里的一行女王 然后他就毫不犹豫的 跳进了熔炉里 最后救援队 把唯一的幸存者莫斯带了回去 这所监狱也被公司关闭 准备出售 一行三的结尾 有点像终结者二 片子里也涉及了 大量的宗教信息 囚犯的自我救赎 与公司高层 为了利益的不择手段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观众的期待 让一行又有了一部续集 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说 一行四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